大家好,昨天我放了一千斤鱼到我身后这一条水沟啊 那么今天我就过来抽了,看里面还有多少鱼啊 看有没有被别人抓走的 来,现在我们开始抽水了 咦,这边也好多鱼 躲在上面了,这黑鱼啊 小跑 黑鱼不大 应该有大黑鱼的吧 这里又有一条黑鱼了 你看 这黑鱼 它躲在上面这里 这黑鱼它躲得很高的哦 哎 哎 两条了 OK,现在我们开始抓鱼了 现在差不多干了,我们先捞小鱼 因为等一会抽干的话,那泥啊 装到那个小鱼的那个塞里面去吃起来就杀 啊,不好吃 OK 哦,八鱼 哦,八鱼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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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 这里黑鱼全部都躲在上面 那大条的黑鱼不知道被别人电了没有 你看 只剩下拇指大的黑鱼了 都是这么小的黑鱼 现在我们把这个坑抽干了 然后我们再放水下来 这种小小的 啊,都是这种靓货啊 鲫鱼啊 鲨鱼都有 有 哦呦哦呦这里 哇去满了 不知道先捞这个小的再说 哇好多啊 来清洗一下 多吧 来 把它仰去 我來 好呀 冲不了了 你看都塞满了 鱼都塞满了 我们这样子看能不能抓那个鲜鱼 哎呦满了你看 看这里能还能不能抓 现在我们赶紧抓要天黑了 要不然等一会抓不了了 快点放下手机 这个沟啊我们还没抓完鱼 然后现在要天黑了 我们要回去明天再过来 你看这鱼货 鱼货 怎么样 这鱼货 全部都是这种 三四十块钱一斤的量货 OK好了 今天我们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现在搬东西回去 吃点儿 你看明天下 嗯 为了